我们的手机升级到鸿蒙系统4.0以后 如何写入电梯卡或者是门禁卡 你知道吗 今天一分钟教会你 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点击下手机的设置选项 点击设置选项以后往上滑动 找到系统和更新 首先把我们的手机更新到鸿蒙4.0的最新版本 升级到最新版本以后 我们需要点击打开设置选项 然后在搜索框输入NFC 点击 然后需要把我们的NFC开启 然后默认复卡应用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华为钱包 然后点击返回 第三步的话需要我们点击打开 我的钱包 进入钱包 在这里的话 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开门选项 我们点击开门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然后的话 上面会有一些选项 我们需要选择钥匙这个选项 点击一下 然后有蒙进卡车钥匙 当然大家可以自行的选择自己所需要复制的 我们点击蒙进卡 然后里边有什么什么小区 我们可以随便选择一下 没有查到 我们就可以直接模拟蒙进卡 点击 然后的话需要把这种蓝色的蒙进卡放到后边的NFC区域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直接读取 读取完成以后 然后的话会自动的去识别蒙进卡 然后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话就读卡成功了 而且的话写入的话是需要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的话我们选择一个封面 比如说喜欢绿色的封面 我们选择这个绿色的封面 然后的话名称可以自行去命名 点击完成 确认 这样的话我的蒙进卡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的话我们点击激活 就可以直接去激活了